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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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第五七七七TV 我是主播陳玉瑋 在下民雄鄉的大事業文化記 一直以來都是民雄鄉具指標的宗教城市 其中大事業的指紮神像 是大家每年關注的焦點 而這些指紮神像全出自於黃瑞村老師之獸 他除了是製作神像的指紮工醫師 更是大事業記的祭典法師 位於嘉義民雄的大事業廟 是當地重要的信仰中心 大事業在民俗信仰中 除了負責管理五祖孤魂之外 對於信徒們來說 更傳達著安定及保護的意涵 叫他們不要在民間 在我們這個 我們百姓不要打擾 此外 大事業廟在農曆七月舉辦的大事業文化祭 是當地最具指標性的宗教盛世 在祭典中 大事業指紮神像 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除了會放置於鎮店跟民眾膜拜 更會在祭典尾聲燃燒火化 象徵為民雄地區與所有信徒消災解厄 而這個大事業指紮神像 是出自於來自嘉義太保的 黃瑞村老師之手 黃瑞村老師從五年前接受 製作民雄大事業指紮神像 神像不僅嚴肅威武 更利用槓桿原力使神像能夠點頭 猶如回應信徒的祈願 由於記憶要求極高 製作大事業指紮神像的過程相當繁瑣 從骨架搭建到胡志 都需要耗費許多心力與時間 而黃瑞村老師除了擔任指紮師傅外 同時也身兼大事業文化祭的法會法師 因此連製作後的開框、典演儀式 在大火化升天 全由黃老師與其他法師一手抱伴 我們民雄大事業祭典 五十兩點就在廟 每一年的第一天 第二天就是五點前我要到廟 黃瑞村老師自小跟隨家人學習旨意 在爸爸的耳濡目染之下 也開始接觸宗教儀式 多年來的法會經驗 讓他在製作紫紮時更能理解宗教信仰背後的典故 總是能將每件作品製作得栩栩如生 然而在一開始製作大事業的紫紮神像時 也有碰壁的經驗 紫紮神像是民雄大事業文化技的核心 不僅是藝術品 更承載著民間無數信仰 黃老師多年來的法會經驗 為大事業紫紮神像置入新的靈魂 為民雄大事業廟帶來不一樣的氣象 隨著K-pop在全球的熱潮持續升溫 越來越多人透過社交媒體 參與到與韓流文化相關的活動 當中最受歡迎的便是K-pop Challenge 透過TikTok、Instagram的平台 得以模仿他們喜愛的偶像舞步 並加入個人的風格 隨著挑戰的廣泛流行 K-pop文化的影響力也變得無遠復屆 讓更多的人認識並參與其中 K-pop又稱為韓國流行音樂 以多元化的音樂風格 精心編排的舞蹈和強大的視覺感官體驗 吸引了無數粉絲 韓國流行音樂已從區域性的文化 成為全球音樂潮流 在這樣的背景下 K-pop Challenge 誕生了 偶像可以透過YouTube、IG、TikTok 在回歸時期 與其他藝人拍攝Challenge宣傳歌曲 粉絲也能學習舞蹈進行挑戰 我是比較喜歡拍我自己喜歡的團體的歌 或是編舞很好看 我就會想拍 會先透過視覺對這首歌有一定的概念 然後來學之後會更有成就感 透過這K-pop Challenge 要看到滿多身邊的朋友們 意外的發現他們也有在追星 喜歡K-pop也喜歡跳舞人 他們就可以翻跳自己喜歡的偶像的歌 然後把他們的舞蹈作品放在影音平台上面 偶像和經濟公司會充分利用K-pop Challenge 作為宣傳與行銷工具 讓新歌和舞蹈迅速擴散至全球 這不僅增加了歌曲的流行度 也吸引更多粉絲積極參與 進一步推動K-pop在全球的傳播 大家是因為想要讓自己跟他們一樣 讓這個舞蹈的段落 或者是讓這首歌可以流行推廣 其實在前幾年Zico那個時候 Any Song挑戰的時候 這個Challenge就是有開始流行起來 達到一個非常好的行銷 越來越多的人拍 可以更推廣K-pop圈 K-pop的舞蹈通常是以高難度的編排 和整齊的團隊表現著稱 而挑戰中的舞蹈片段 為了讓粉絲便於參與 往往會選擇最簡單最具辨識度的部分 就有部分粉絲擔心 K-pop舞蹈的精髓是否因此被減弱 其實我覺得影響比較大的應該是女團的部分 男團的部分可能還好 就是他們還是會排得很難 有的有變越來越簡單 但有的還是有一定的難度在 但我覺得變越來越簡單 就是也沒有不好 讓大家更方便上手 因為現在偶像明星長得漂亮 然後搭配好看 跳得越好看 然後大家就想跟他們一樣 所以難度就一定不是這麼重要的事情 所以現在的K-pop challenge 反而是難度比較高的 但是大家的動力是更強的 K-pop challenge不僅是娛樂和挑戰 還成為了連結全球粉絲與偶像的強大橋樑 未來這種挑戰活動將繼續演變 成為K-pop全球文化影響力的一部分 讓更多人共同感受到寒流文化的魅力與創意 中正醫報 王怡婷 李佑傑 綜合報導 以上是本期的新聞內容 颱風清洗過後 提醒民眾外出小心 珍惜生命 不要因為受傷而傷的疑爆喔 我是主播陳玉瑋 ETV 我們see you next time MING PAO TORONTO